是满洲国的康德元年 那时候北京还有好多爱心觉罗家族人 都由北京到长春去朝贺 给他过生日 但是那些人来 北京的爱心觉罗也好 我们当时念书几个学生也好 汉浦仪还是清朝皇帝 还是清朝宣众皇帝 穿梭满洲 日本 台湾之间的徐炳 不仅和溥仪关系良好 也和日本保皇派 台湾总督有着深厚的交情 在台湾四位日本贵族院议员当中 徐炳的出身最特殊 他其实是板桥林家的大掌柜 大概做了两三年以后 他因为脑筋也好了 自助制能力也很强 语言方面也都非常好 得到林家 林雄真的赏识 开拓进去 后来就当他的秘书 秘书可以规划 他林家的整个产业 这个在清朝和日治时期 台湾的首富家族半桥林家 在福建和台湾都拥有庞大家产 1895年 日本尚未接收台湾时 不愿被日本殖民的林家后代 向林二家放弃台湾和官的家产 到厦门古浪里定居 林家部分在台亲属 更从事抗日活动 当年我们是先回大陆 不想在日本同志之下住在台湾 所以只剩下我们的义勇跟一些管家 在这里抗日 日本官员曾经到服作来 劝导我们回来 我们的祖先还是说 你们没收了我们东西 我们怎么想要再回来 因为他说因为当时 是因为有人占据在那边抗抗 还是力劝我们的祖先过 所以后来在讨论一阵以后 我父亲跟我祖母才到台湾来 办理这些土地的过富的工作 但林尔家的长子林景仁 则是少数留在台湾的后人 他不但拥有日本籍 还去满洲国外交部 成为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的部署 负责欧美事务 满洲国建国初期 日本政府安排林尔家的侄子林雄祥 前往东北投资考察 林雄祥的母亲是溥仪老师 陈宝琛的妹妹 尽管有这么一层关系 但林雄祥对前往满洲国投资 并不感兴趣 他说 兵匪除大连 凤天 新京 吉林 哈尔滨各局外 其人间多跋扈 过凡出入往来 不可不慎 投资经营不可不警戒 林雄祥对东北的观察 其实是许多曾经在满洲国生活的东北人 共同的生活经验 我小的时候还有土匪绑架 我们住在那个老房子的时候叫北四番店 那个去江峰山就被绑架了 被土匪绑架了 江峰山被绑架以后 要输款 把耳头搁下来 给你寄回来 你不输 我再搁左耳头 实际上都是假耳头 都是别人的耳头 1932年台北帝国大学毕业 后来带着出身大道成 富商家庭的新婚妻子许碧吴 前往东北发展的台湾南投人陈锡青 在满洲国的大同学院受训时 还得接受军事训练以求自保 要合枪去打土匪 那些东北有土匪 所以他们训练是要会骑马 会开枪 都要训练一年 大同学院是满洲国专门培养高等文官的专责机构 东北的土匪问题成了来到异乡出外打拼的台湾人 可能遭遇的问题 这也让板桥林家对于前往满洲国投资望而却步 可是对林家大掌柜徐炳来说 东北混乱的情势反倒成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早在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以前 徐炳就在长春用很廉价的价格买了大量土地 满洲国建立后 日本将长春盖为新京 并在这里建成 徐炳将廉价的土地用高价卖给日本 因此大发一笔 这位聪明胆大的台湾商人徐炳 出身医生世家 但从小失户的他家境并不宽育 自幼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祖母晚上点个油灯 在那边放风哺哺 她就在旁边看书 当时的情形就是说还是念书为主 到时候他不如有机会 他经商什么东西 他也是有心理又准备 或者是当官 当官的可能性当时真的是很小很小 这里是满洲宫内府 也是溥仪办公的地方 溥仪当上皇帝后 徐炳担任满洲国宫内府顾问 1930年代 他的事业版图 获及东北的满洲国 朝鲜 东京和台湾 成为台湾知名富豪 不动产方面比较多 但是很多的经商生 我小时候听我祖父讲是 有没有说跟外国人 洋人买卖古董 或是有谈到 比方说可乐 或是以前我们家经营那个科金 还有就是电影方面 比方说东宝 东印 日活 或是瑞典的电影公司 我们就代理 新旧政权交替中 不论在满洲国还是在台湾 有人抓到机会趁势崛起 有人则被命运之神钦点 向台湾商人吴显荣 他在1895年 日军进入台北城时 顺势成了历史的关键人物 台北室内非常的乱 没有维持治安的人 所以台北的人就要和平接受 那么那个时候是要请几个 台北代表性的心思 但是这些心思 过去有些人 去跟日本人说 日本人会不会 他们的安全有没有保障 所以他们都没有来 就在那个龙上市 那么群众就在那等 但是这些代表都没有来 那么大家都开始躲碎下了 那我父亲他比较高了 人家说你去怎么样 那我父亲说 如果你们要我去 我去好了 就是他的性格就这样子的 就这样 胡贤荣成了台湾总督第一个认识的台湾人 1934年也成为贵族院的议员 胡贤荣心里清楚 满洲国是南京国民政府一个棘手问题 我父亲为了日本跟中国要比面这个打仗 所以他那个东京南京就来来去去 那个时候到南京去 那个时候外交部长是张琼 军事是蒋介事 甚至是汪精卫 那个时候最大的困料困难 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是满洲国的问题 这两位台湾商人 胡贤荣和徐炳 一位和蒋介事认识 一位和溥仪熟识 他们依着自己的政商脉络 发展出不同的政治交易 但相同的是 他们都是来自台北的大道城 1934 溥仪在满洲国当上皇帝那一年 台湾和上海流行同步 台湾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流行文化 那年日商拥有的古伦比亚唱片公司 签下一名台湾知名的声乐家 他叫林士浩 台湾人终于有一个 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唱自己的音乐 而且是可以用比较西方的唱腔 来唱的这样子的一个歌手出现 这是林士浩的歌声 当年他所演唱的 《烂台湾红遍台湾》 后来甚至前往日本和满洲发展 歌声同样传遍东北 林士浩因此成为名符其实 游走天涯的音乐人 但林士浩的远渡重阳 其实和先生卢秉丁的失踪有关 卢秉丁原本是一位教师 他和蒋渭水一样 都是为了台湾人争取权利的台湾民众党一员 卢秉丁还是台湾工友总联盟的主要干部 后来他转行做一名辩士 三年代便是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默片电影 进行旁白配音 卢秉丁表面从事娱乐工作 实际上是为了号召台湾人 团结反日 这些电视们都是名嘴 比如说他们跟总督府申请说 要放北极熊 北极的动物 那总督府觉得北极熊 这很好嘛 然后便是就开始讲 说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在那么困难的环境当中 北极熊你看他们还会互助 所以我们台湾人更要团结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日本警察在下面讲说 怎么会牵到台湾人 然后就制止 然后便是不得再讲 然后就制止 然后下面的台湾人就又开始起哄 说看下去啊 看下去啊 1931年蒋卫水病适后 卢秉丁于1935年 被台湾总督府送进乐生疗养院 从此便何家人失去联络 行踪成迷 他因为曾经被这个毒打 所以皮肤上有一些伤痕 就有一丝那个麻风病的病征 曾经被抓到乐生疗养院 但是乐生疗养院的那个院长 就是诊治以后觉得他应该算是轻微的 所以就有一个妥协的条件跟他谈 就是请他离开台湾 那请他离开台湾就是等于是把他流放 黑名单就是不准再回来 因为他在台湾的工人界 知识分子界是具有影响力的 就这样 这位反日本殖民主义的女声乐家林诗浩 因为先生卢秉丁失踪 离开台湾这个伤心地远赴东北 继续他的音乐事业 此外 还有一名台湾知名义弹 王湘禅 则是为了丈夫的仕途去了东北 这是义弹的歌声 他们主要表演的内容有南北戏曲 金戏和歌仔戏 除此之外 义弹还得会吟诗作曲 进出义弹间 是老一辈文人雅士的主要娱乐 而道道城 因为商业活动发达 也成了义弹间的主要集中区 王湘禅 能弹能唱 还能写诗 是当年大道城 宏极一时的女义弹 她将一段失败婚姻的经历 写成诗 并且发表在报纸上 抒发心情 这些诗 正巧让谢介石看见 同时也透过报纸 发表安慰诗 以回应王湘禅 谢介石这个举动 打动了王湘禅的芳心 两人因此结为夫妻 1911年 王湘禅跟着先生谢介石 去了中国 当时谢介石 还是个默默无名的穷书生 我祖父所以从政 和王湘禅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谢家人讲 王湘禅在台湾的知名度 当时比我祖父要大的多的多 这是起义 其二 我祖父在从政期间 所有的资助 都是出自王湘禅的手 据说当时王湘禅拿出了 五金的黄金 资助我祖父从政 因为王湘禅也看出了 我祖父四个人才 将来必有大用 所以他拿出自己的急需 这位支持丈夫 勇闯天涯的大道成义旦 王湘禅 先落脚上海 他在上海遇到了 台湾知名记者和诗人 连衡 连衡在他写下的 《剑花式诗集》中 有一首描述两人巧遇的诗 沦落江南尚有诗 东风红豆紫离离 春生铺上海相见 长断天涯 肚木之 停留上海期间 王湘禅还拜连衡为诗 我的祖父用一三级来教授他 湘禅独之大五 受到了启发 祭之又刻以八经 深以楚辞 而诗位置一变 他这个王女士的诗位置一变 今就非然成章 非然成章 1912年 谢介石在吉林法政大学教书 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夫妇俩邀请连衡前去东北一游 后来连衡在吉林新报当一名记者 东北是当时言论相对自由的地方 新吉林报 还有一个叫做编声报 那里批评 袁世凯 批评反革命 除了日本以外 他没有人 来管理的 所以他这个报 卖到不但是全中国 还到海外去的 从吉林到海外去 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 否则的话在东北 待了两三年干什么 连衡批评袁世凯恢复地质 但后来谢介石 却和主张恢复地质的复辟派 站在同一阵营 尽管史料上没有记载 连衡对谢介石的政治立场 有何看法 但在东北异乡 两家的确关系紧密 在吉林的时候 他也住在谢家一段时间 还写了一首诗诗诗 客舍扶持如骨肉之巨 就是说应该交情是不错的 因为在客居那个时候 你们对我的扶持照顾 好像是亲如骨肉一样的 1915年 连衡放弃长达19年的日本籍 加入中华民国国籍 隔年 37岁的谢介石 也跟随连衡的脚步 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当时日本占台湾以后 有规定 台湾的住民 两年以内没有离开台湾 就可以是日本籍 谢介石也是日本籍 但是谢介石后人改籍了 改成中国籍了 如果真像传说那样 谢介石对日本 非常亲近什么 为什么要改籍呢 放弃日本籍 加入中国籍 是谢介石人生中第一次决定自己的国籍 1932年 这个台湾人谢介石又再度放弃中国籍 加入满洲国籍 成为溥仪的外交部总长 至今没人可以说明 这位早在1905年 就到东北创天下的台湾人 真实的国足认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谢介石和所有出外打拼的台湾人一样 都期待着风光返乡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